对方用调虎离山之计,就证明对方不强,不敢直面他们。 君北月归来只是时间问题,只是子晴还是忍不住担心。 他就反反复复纠结着,要不要离开去找君北月呢?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就一直陪在身旁,突然不在还真有些不习惯了。 子晴继续沉浸在自己安静的世界里,周遭却一团混乱。 别,救我,快! 雨霄惊的一声大叫,立马凌空而上,如一只苍蝇朝东南方向飞去。 本就无意排位战,这个时候更是顾不上那么多。 雨霄,回来!回来! 雨家主连帽兰却早已经来不及了。 还没有到场,和中途一声都没有跟裁判请示就离场。 这可是完全两码事啊。 白费要抓住机会,立马冷声。 雨家主,雨霄这儿什么态度,弃权了吗? 雨家主汗流浃背,一边担心自家主宅,一边又舍不得排位战如此大好机会。 虽然刚刚自己得意的话还在耳边,他却不得不厚着脸皮,双手做衣求秦色二郎。 二位长老,事发突然两家接连起火,这里头必有端倪,于是和白费一样恳请暂停排位战,救货调查清楚再进行比试。 雨家主如此一情,立马遭到全场嘘声,甚至有人将鸡蛋砸上来了。 若非白费要是同样处境,而雨家主也将白氏一道说了,想必白费要的伶牙利齿,这一回也不会放过雨家主吧? 雨家主低着头,都不敢看人连连作衣。 二位长老明鉴,事发突然,必有蹊跷啊! 白费要怕被丢鸡蛋,没敢跟雨家主一起求,心下去着急着。 他狠狠朝韩子晴看去,用脚趾头想也知道,这件事一定是孤氏干出来的。 可是,可恶的是这么卑劣的手段,居然还让韩子晴得逞了。 见韩子晴低着头,似发呆又似走神的闲事模样,白费要恨得牙根都痒痒了。 君北月至今没见人影,本该是他孤氏来求暂停,求延后,本该是孤氏被众人催促,逼着弃权的。 现在倒好,孤氏什么话都不用说,反倒让大家求着暂停,求着延后。 白费要能不憋屈吗? 胆敢放火,把事情闹这么大,韩子晴最好的是赶紧去烧香拜佛。 这件事一旦找出证据,孤氏可就永远别想参加刘仙岛的排位战了,甚至有可能会被轰出刘仙岛。 郁家主一支球,不少小家族也纷纷开枪发表鸽子看法。 秦瑟二老可为难极了。 排位战的看点太多太多了,可是最大的看点却是从今日开始决战。 可如今三大家族的人都没有到齐,如果一味进行下去,那也太没意思了。 如此大乌龙传出去,还不得被龙渊武林给削掉大牙。 秦瑟二老看了看贵宾席的贵宾们,又看了看两大家族十分无奈,却也不得不破例。 秦瑟二老认真道:「此事体大,所以必须挣得孤氏和海氏同意,否则也有事公允啊。」 在擂台上鄙视,是家族年轻一代的实力,而擂台之下发生的一切状况,却是家族的综合实力。 排位战如此规定不能退赛,更替人员,不暂停延缓,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考验家族的综合实力。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火灾事件是出蹊跷,秦瑟一想弄清楚,只是按规矩还是要遵循一下孤氏和海氏的决定。 秦瑟这话,立马得到众人认同,于是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孤氏身上。 其实如此这个局面,最得力的莫过于海氏,只是四个家族三票便可定论。 孤氏这边君北月迟迟没有道,若非刚刚良长火,君北月早就该被判弃权了。 孤氏自然会答应暂停延后,所以决定权还是在孤氏手上的。 而孤家主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,心底和孤夫人孤梅婷一样的感受。 从今以后还是少打,不,还是别打韩子晴的主意了。 这个女人惹不起啊。 她居然敢干出这种事情来,而且干得这么干脆,也不知道她怎么办到的。 一声巨响,就塌了人家主宅,点了一场火。 孤家主是心服口服,虽然喜出望外,迫不及待小处答应暂停延后,却还是朝子晴看来,当众征询她的看法。 子晴,你觉得如何? 而子晴却朝海誓家主看去,淡淡道。 海誓如何看呢? 这一问,真的出乎海誓家主的意料。 他连忙陪想,决战之间,故事为大,还是请故事决定,还是都听故事的。 这话说的是真谦虚,海誓家主为人亦是十分谦逊。 可是他身旁一人,也正是海誓团队单打之人。 一个皮肤幽黑,高大健壮的红衣男人。 他眼底略过一抹恨意,无人察觉。 子晴点了点头,淡淡道,那就勉强暂停吧。 说吧,同秦司二老汉了手,便什么都不管,转身就走。 明明他不是参赛者,不是一家之主,只是一个看客。 一个看客要走,再正常不过了呀。 就算是打斗激烈的时候要走,都一样是正常的。 可是此时,全场人的视线却都不自觉追随他而去,皆是疑问。 这个女人,就这样,就这样走了? 好像哪里不对劲儿,不正常啊。 就连海誓家主身旁的红衣男人都抬头看去。 海家主,这个女人有意思啊。 你若是不答应,怕这大货会烧到你家去了吧。 怎么办,时间一拖,必有变故。 海家主低声。 怕什么,名单列上面呢,战是迟早的事情。 红衣男人冷笑道,一副势在必得的猖獗模样。 子晴一走,秦瑟二老便宣布排位决战暂停,延迟,另行通知开战时间。 在一片议论声中,众人纷纷散去,而子晴早就独自往刘仙岛的后山去,那个万丈深渊的出口去了。 山道越来越窄,两边的峭壁越来越高,往前看去都看不到天了。 怪不得落那个深渊,至少要三天三夜呀。 子晴随身背着吴征,不似平速走路那么利索,走得甚慢。 双瞳虽静脸着,却时刻注意着周遭变化。 两场大货,足够白鱼两家折腾上三天三夜的。 若是他们要调查,还就得继续花时间。 他正要有时间把引他出来的人揪出来。 突然,嗖的一声,子晴立马凌空而上。 就在他双脚站立之处,灵力窜出一黑一白两道荆棘,正是当初在擂台入口处见识的那种荆棘。 子晴唇叛勾起一抹冷笑,镜子难难。 慕夫桑? 可是,当子晴看到慕夫桑的时候,也同时看到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人,正是与氏家主身旁那个红衣男人。 他又是什么人? 他竟然也来了。 引开他的人到底是谁? 子晴顿时戒备,对慕夫桑了解不多,对那红衣男人了解得更少。 若是二人联手,他就危险了呀。 慕夫桑也看到了红衣男人,却扔年面无表情,抬手指去。 你,走开,他是我的。 红衣男人不屑冷哼,立马双手插腰力喝一声,只听铮铮之声,便见他一身上下长出无数铁一般的铃甲。 子晴顿时倒吸口凉气。 怎么,这,这家伙居然是娇人? 娇人有两族,一族便是南照白娇,以美貌文雅著称,可滴泪成猪,可支出价值连城的娇俏。 而另一族便是绝迹很久很久的黑骄。 黑骄凶残好战,正如眼前这个男人,可召唤出一身铁鳞,鲜有武器可伤。 而慕夫桑似乎不怎么惊诧,冷笑。 交叉,原来是你。 交叉抬了抬下巴,一脸傲慢。 知道便好,滚一点儿去,他的命是我的。 交叉很嚣张,慕夫桑却一点儿也不买账。 见这光景,两人并不怎么熟悉,但是都知道彼此啊。 两个陌生人却都宣称子情的命是他们的,这开什么玩笑呢? 子情冷眼看着,慕夫桑清冷中有些慕能,在排位战中是白氏的底牌。 而交叉,张狂傲慢,无疑是海事成为排位战黑马的最主要原因。 他一边估计两个人的实力,一边试探。 我跟你们无缘无仇,不曾相识,我的命怎么就是你们的? 慕夫桑正要回答,交叉黎马冷笑。 不是我们的,而是我的,孤岛后人。 这话一出,子情立马鸣一眼,他就知道这两个人绝对不是因为排位战而冲着他来的。 如果是因为排位战,他们该找君北月的呀。 这两个人,就是直接冲着他的绅士来的。 交叉很狂,子情却比他还狂,蝎以碧泥。 孤岛后人,没听过? 没听过? 你非毒死是,却可中毒,势必百毒不侵。 加之你中了魅香却安然无恙,只有孤岛后人,才能出现百毒不侵的体质。 你就是孤岛后人。 交叉并不避讳,让子情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现的。 反正,今日他一定要死。 秦瑟山谷那一回,他便发现这个女人的存在。 百般调查,对于他和君北月,他可是了如指掌。 这话一出,子情立马鸣一眼。 是你把君北月引到深渊里去的? 现在知道,也不算太迟。 傻娇冷笑道,话音一落,他身边立马凭空出现数十名娇人。 一个个全都身材高大,浑身铁鳞。 在阳光照耀下,熠熠生辉。 这是一支黑骄精兵? 娇煞当然知道君北月和韩子情的能耐。 若是单对单,他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 但是,把君北月引到深渊里去,他带兵围杀韩子情,君北月可就远水救不了近火了。 子情微眯的双眸露出危险的气息。 食指垂落,随时准备着。 原来是这样。 君北月的担忧果然发生了,他还是被发现了。 天下真正食毒之人并不多,就连之前为他解读的毒师和毒医都没有看出他百毒不侵的体质。 就只有毒窟老人看出来了。 秦瑟山谷那次他使用了毒树,正是仗着能辨识出来的人少之又少,谁知竟然引来这两个大麻烦。 是又怎么样?跟你们有什么关系? 子情冷声,这话一出交叉里马大笑,而一直面无表情的慕夫桑唇叛也勾起一抹冷笑。 韩子情,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。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的。 秦瑟骸骨里的秘密是我黑胶世时代在守护的。 你若真想知道,我也可以告诉你。 只要…… 只要…… 交叉说着,狂宁地扬笑几声,声音陡然转狠。 只要你拿命来交换。 这话一出,子情顿时倒吸口凉气。 他知道这两个人都非南兆之人,他只猜测他们是冲着他百毒不侵的体质而来的。 却没有想到,他们就是孤岛遗迹的守护者。 孤岛遗迹,正如南兆古月洞窟里的遗迹,不能毁掉也毁不掉的,便会有人守护。 古月洞窟是南兆王室守护着,而秦瑟骸骨他一直以为是秦瑟二老保护的。 却没有想到是另有其人。 怪不得了,秦瑟二老如此赏识他,他百般讨好试探,却什么都问不出来。 秦瑟二老是真不知道骸骨的秘密啊。 思吉祠,子情突然转头朝穆扶桑看去。 穆扶桑,穆扶桑? 以穆为姓,扶桑为名,难不成? 白氏扶桑神墓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打得了主意的。 穆扶桑冷冷道,果然,他是白氏扶桑神墓的守护者。 穆扶桑,你一边看着,他的命是我黑骄的。 穆扶桑话音一落,立马说明黑骄将穆扶桑围住,而其他人将紫情四周全都包围起来。 瞧着样子,倒像是个阵势。 紫情眼底掠过一抹脚侠。 我这命只有一条,你们都想要。 要么你们先商量清楚了,再来取。 单独黑骄,他绝对可以打得过,黑骄就那一身铁鳞吓人而已。 然而,这么多黑骄精兵,他可就没办法肯定了。 再加上穆扶桑联手,紫情都知道,他今日必死无疑。 唯一的办法便是用穆扶桑来牵纸黑骄。 可谁知道,黑骄却直接拒绝。 不用商量,他的命给我,刘仙导给你。 紫情原本以为穆扶桑会果断拒绝的,可谁知,穆扶桑居然迟疑了。 一只守护白氏扶桑神木和琴瑟骸骨的两个守护者,竟也打起流仙岛的主意。 无疑,流仙岛一旦落到他们手上,那日后谁都休想接近流仙岛了。 而流仙岛上两处遗迹,更是永远不会被人发现。 甚至,这个岛屿也将像孤岛一样,渐渐消失在人们视线当中。 紫情总算明白过来了,排位站看似白氏、玉氏和孤氏的争斗,暗地里却是这两个家伙的争斗。 他们不过是打了白氏和玉氏的幌子罢了。 见穆扶桑迟疑,紫情悄无声息后退了一步。 打是打不过他们的,可是他又不想这么放过他们,怎么办呢? 他得逃,而且必须往军北越带的方向逃。 穆扶桑还在迟疑,紫情却陡然点了足尖凌空而起。 瞬间,穆扶桑追上,交叉逼近,所有黑骄也同时凌空依旧对紫情形成包围之势。 交叉,以言为定,他的命是你的,刘仙导是我的。 穆扶桑冷声,双手如翅膀般一盏,一道道荆棘凌空窜起,在黑骄之外张牙舞爪。 这分明是助交叉一臂之力。 交叉大喜,并没有亲自上前,而是冷声。 给我杀! 命令一落,一群铁鳞锋利的黑骄手牵着手,突然在紫情周遭快速转动起来。 犹如一个巨大的锋利金轮,越转越快,越转越靠近紫情。 交叉立马堵住上方逃路,而木扶桑则在下方。 上下牵制,周遭一圈堵的紫情无路可逃。 可恶! 紫情催了一口,疏到灵力锋刃根本就全被黑骄鳞片弹了回来。 他灵力车下背后的吴征,一手抱琴,一手从第一根弦移化而下。 灵力的琴杀。 可是,他琴杀威力有限,依旧伤不了黑骄鳞甲。 怎么办? 这批黑骄精兵分明是受过专门训练。 此时,虽已经完全占了上风,却没有人大意。 不见心急,让紫情寻不到破绽之处。 上面是交叉,下面是木扶桑。 紫情并不是对付不了他们,而是一旦反出心思对付他们,周遭这一圈黑骄鳞甲绝对会瞬间将他束住,一脚而碎。 这一圈黑骄鳞甲瞬间爆发出来的杀伤力,可远远高过木扶桑和交叉一击。 紫情知道,他要突破,必定从黑骄鳞甲入手。 哪怕是挨了交叉伤,也不能对着全鳞甲分一分心呢。 嘿嘿嘿,木扶桑,杀了他,拿他的鞋来养你的扶桑墨怎么样? 交叉很得意,眼底闪过一抹音质,准备动手。 木扶桑无动于衷,只负责替他挡住韩紫情的桃路。 一道道锋刃从紫情的吴征弦上标出, 这是琴沙锋刃远远比紫情徒手弹出锋刃还要来得强劲, 甚至比薛元黎歌徒手弹出的锋刃也还要强悍。 可是偏偏对上黑骄鳞甲, 越是强劲,越会被反弹回来的。 紫情从打出第一道锋刃的时候,就该知道了呀。 可是,他却还一直在打。 绘製吧。